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晨滿機 日本製的這個 上網經常說好像很熱 又說到有專利可以抽走晨滿 又說抽完之後晨滿不會再回來 因為我們公司會搬辦公室 所以我買了一個是給公司用的 但因為我家本身已經有一個插電的 所以買一個比較方便 本身買完之後就不打算介紹 因為買完之後發現它是插插不心電 開的時候會覺得吸力不太強 貓毛也吸不到 但誰知道今天試試吸公司剛剛搬完的梳化的時候 你又發現它裡面真的很噁心 你看到很多層門 很多層很厚 其實也是吸了一次 我沒有想過 其實這麼輕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原理 我沒有研究過 但我知道它是很受歡迎的 然後就這樣吸收 你看到貓毛是吸不走的 我一直都以為吸不走貓毛 這些吸力是不會處理到塵的 但它又很神奇是吸得到塵的 其實這個是我吸了一次 就去到這個效果 所以就忍不住讓大家去看看 這個我在香港有一個銅鑼灣的購物購物購物 它是香港的唯一代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我下面給你們說那個售購物購物 hourly 因為這都是我自己買的 而且因為它的太受歡迎 所以我也等了一個月才有貨 當然因為我有潔癖 所以看到這個情況 其實我會來回吸幾次 其實塵門這個東西你可以看不到 但因為我剛好是嚴重塵門敏感的 如果我吸完гу的 坐上去 即是我皮膚觸碰到自己太unu 如果有痕的話 還有 但我 如這張梳化 我已經坐上去 我覺得舒服 沒痕 即是有效